台湾又又又大停电了 5月13日高雄清达电厂发生电网事故 导致系统供电不足 被迫在全岛进行5小时6轮各50分钟的分区停电 影响全台400万户1139万户次 仅仅5天后台湾电力公司17日发布停电通知 表示由于用电需求持续攀升 将再次实行分区限电 限电户数达到约66万户 现在岛内最高气温已经达到38度 再加上疫情持续恶化 摘居在家的民众将苦不跌 当然还有岛内的交通信号权断 警察不得不上街指挥 5天内两度大停电 加上2017年的停电 蔡英文院上已经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停电事件 用爱发电的民进党 治下了台湾为何屡屡停电 520的档口难道是民进党的爱不够了吗 先看看岛内用电的基本情况和历史经纬 台湾是一个化石能源极其缺乏的海岛 唯有一些水利资源可供开发 在日据时期 台湾电力主要依靠发展水电 在国民党统治期间 随着台湾人口和经济的增长 水电已经无法满足台湾的电力需求 急需其他形式的能源作为补充 台湾的能源95%依靠进口 石油的进口量甚至达到了99% 也就是说只要国际油价稍微上涨 台湾就得多掏一大笔钱 更为严重的是 一旦台海局势恶化 台海的能源运输线被控制 台湾将立即陷入能源危机 对能源的恐惧 加上上世纪60年代 大陆成功试爆原子弹 令台湾当局上下感到安全 受到十足威胁 为此 蒋介石抓紧时间以民用的名义 从国外采用了核设施 花大力气进行核技术研发 其实核能和核武只有一线之隔 低风度的又可用于发电 而风度到了一定程度 就可用来装备武器 和当时全世界所有研发核技术的当局一样 表面是核电利用 暗地里是核武开发 80年代末 叛逃美国的台湾工程师 公布了台湾的核武研发计划 文件显示 当时台湾核武器 着手准备模拟试爆 研发已接近完成阶段 该计划公布之后 全球哗然 美国下令禁止台当局继续核武器研发 只允许发展民用核能 蒋家的原子弹计划 自此功亏一篑 但受益于那段时期的狂飙突进 台湾的核技术其实相当先进 时至今日 大陆和台湾仍在定期开展 业务交流培训 也表明了我们对台湾相关技术水平的认可 在蒋家主政下 从1971年2月到1985年5月 台湾总共建造了三座核电站 极大保证了台湾的电力稳定和能源安全 但当台湾筹建第四座核电站时 民进党出现了 1986年 切尔诺贝利事件爆发 全球陷入了对核的恐惧之中 民进党抓住这个机会 开始组织各种反核游行 将核电形容为台湾的终结者 当然 这么做的目的 主要还是为了打击国民党和攫取支持率 擅长民众运动 对民粹得心一手的民进党 用扫尖刺的方式 不停地给台湾本地人管输核电有害的观念 误导了台湾大部分对核电毫无概念的普通人 让民众对核电的印象一落千丈 即便如此 在上世纪90年代的台湾 还是有一批扎实肯干的工程师 在苦苦支撑核能工业的发展建设 在各种艰难险阻下 核四走走停停 终于在1999年开业投入使用 但一年以后的2000年 陈水扁上台宣布关闭核四 马英九上台后自然要继续支持核四 为此 2013年民进党故技重施 煽动反制的民众 立即让国民党陷入抗议的汪洋大海 面对汹涌的民意 马英九当时正和党内蓝皮绿谷的立法院院长 王金平斗得不可开交 对党内失去控制 于是把核四的锅甩给了公投 2014年4月27日 耗费2838亿元新台币 历经36年新建的台电核四厂 尚未启用 吉北行政院长江仪华宣布封存 为期三年 并交花费34亿元维护 对此台电表示 会让设备维持最佳状态 等待机会让公投决定核四是否起风 民进党反核电游行中 最著名的口号莫过于用爱发电 因为其足够荒诞和黑色幽默 以至于许多大陆网友们都耳熟能详 2011年 日本福岛发生核泄露事故 送给了民进党又一次借民粹反核的契机 在民进党的鼓噪下 自2013年起 台湾反核游行开始变得常态化 全台民间团体每年都要定期联合举办 而大选的前一年 反核议题变得更加重要 2015年3月14日 在野的民进党在深得陈水扁正传的蔡英文领衔下 发动了空前声势浩荡的上街游行 而这个用爱发电的横幅 就是当年有一个名为主副联盟的民间团体打出来的 说是民间团体代表民意 其实发起人是民进党立委陈曼丽 背后全是民进党的利益 民粹路线当然会动员艺人的力量 林志玲作为岛内最被关注的女性之一 也被动员起来参与相关的行动 当然还有更夸张的 一名岛内的三线歌手李密 直接跑到马英九办公室门口 上演硬裸不合的户外裸体反核剧 游行政治抗议政治的风暴下 国民党的脑袋越缩越进去 这种被打不敢还手骂不敢还口的情景 直至民进党2016年再次上台 作为著名的小清新 高举反核大旗的蔡英文 曾在2016年公布了2025非核家园计划 用以填补核电缺失带来的用电空缺 根据该计划到2025年 岛内的能源比例达到天然气50% 燃煤30% 即再生能源20% 当年岛内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 为约5% 而要在不到5年的时间内 达到计划中声称的20% 简直是天方夜谭 要知道 即便是能源转型最积极的德国 再生能源占发电占比 从1999年时的5% 提到20% 也花了足足12年 民进党规划时程 居然要比德国还要短了1% 结果从蔡英文制定计划到今天 5年内 台湾的再生能源发电占比 也就提升了1% 2016年的数字是4.8% 2020年是5.8% 民进党的政客们从教育背景来看 也都属于精英阶层 可这样罔顾最基本的常识 为何能提出 到底是真想这样办呢 还是就像街头政治一样 只是一个口号呢 别问 问就是不民主 2016年民进党上台后 很快发现粉和说手可以 实际却不行 因为电真的不够用啊 2017年台湾大停电 创18年来最严重停电灾情 许多区域的诊所 店家 民宅道路都受到影响 大量民众生活生产被严重打乱 为了解决用电这一基本的民生问题 2018年初 民进党决定重启新建于1974年 技术含量远低于核四的核二 舆论大华 为什么不重启核四 因为民进党上台靠的就是反核四 核电已经不是科学问题了 而是政治问题 甚至在面对台湾严重缺电的现状 民进党当局还在核四的三年封存到期后 则积极不可耐地把核四燃料棒送美国 原因很简单 还是为了防止重启核四和掩人耳目 为此 台湾纳税人又额外花了6.9亿元新台币 自此 这座耗费数千亿工弩的核电厂 正式沦为废墟 核四作为老国民党人的心血是没错 可今天 国民党越来越萎靡的台前人 也似乎越来越不把他当回事了 曾经 国民党在21世纪初还信誓旦旦 说核四重启只是时间问题 后来避而不谈回避这个话题 2019年时被介于厚望的韩国瑜 非常引起 表态要重启核四 可同为国民党大佬的侯友仪 却慌忙出来救火 称韩不靠谱 这么拖拖拉拉 一直拖到了2021年 虽偶有声音蹦大 可说是一回事 做是一回事 大家对国民党的软弱 看得清清楚楚 当下 台湾的天然气全靠进口 疫情之中 台湾经济已经受到挫折 更别说最近大宗商品上涨 财政很难拿出更多的开支 用于进口能源 而不用核电 民进党只好增加燃煤发电的比例 有人把马英九时期和蔡英文时期的火力发电做了比较 马时期的火力发电量是90.1% 而2020年的发电量达到92% 为此 台中市市长嘲讽蔡英文 称他不是用爱发电 而是用废发电 面临缺电的基本事实 作为岛内最拿得出手的芯片行业已被屡屡传出要考虑重新选择长指 芯片行业最忌讳停电 台积电又是耗电大户 在这样一个缺电的地方 运营很难持续 而就在五月大停电之时 资本市场已经对民进党治下的台湾经济走向做出了自己的判断 现在的政治格局下 台湾缺电的进程只会加速 依照蔡英文的计划 2025年前 核一核二核三将全部弃用 而面对核能推出导致的超过5%的用电缺口 台当局去并没有解决方案 别看只有5% 可对于电力系统来说 这可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涉及到各种发电用电计划的调配 迁一发而动全身 因此可以预料的是 缺电的台湾将出现更多的大停电 在民进党执政期间 这会是个定局 这与可再生能源 谁都知道是个好东西 但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很大的投入 以台湾目前的实力还支撑不起这么雄心勃勃的计划 与其说蔡英文只上谈兵 不如说她根本就没想到要把计划付诸时间 先借反核把国民党干掉 其他的事情都是次要的 而作为千台大陆精英的后人 今天国民党也根本没有这个意识 去对抗民进党的民粹牌 永远只想着不得罪人 守护好自己一亩三分利益盘 得过且过 除非搞党内内斗 根本没什么能让他们硬起来 总之这两个党派 脑里心里装的都只是私利 一切政治挂帅民生问题 要么相互推锅 要么直接给大陆甩锅 内斗不能当饭吃 甩锅大陆也不能当饭吃 众客们有没有想过 被代表的民众更在意的 是每天踏踏实实的生活 当他们的日子被缺点缺水 缺疫苗打断了 柴米油盐该怎么办 以及那更深层次的问题 为什么他们无论怎样投票 都没能让自己过上更好的日子 为什么台湾会从蒋经国时期的四小龙之手 会一路下坠至敬陪莫作 大学生工资二十多年不涨 人口流失全国第一 如今甚至连电力和疫苗都搞不定呢 因为聪明的政客们早就发现了这个秘密 愚弄大众 永远比冒风险辛苦做实事 更有利于拿倒选票 如同劣币驱逐良币 但人又怎么会承认自己被愚弄呢 即使隐约察觉到 可固有的软弱也会迫使人们想 也许选出的下一个会更好一些呢 真的会吗 啪 灯熄了 台北又停电了